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一颗是家包裹 现在基本上都成熟了 再不摘的话就像这一颗干扁在树上 把这一颗树上的果子全部摘下来 用来泡酒喝 看看能摘多少下来 这个果子里面有两颗纸 导致这个肉不是很多 所以吃起来不是很方便 都不怎么爱吃 所以用来泡酒比较好 家包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化青素 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家里种的这种果子又不爱吃 就可以用来泡酒 这棵树买回三年了 就今年结的特别多 它吃起来也挺像葡萄的 成熟的家包裹吃起来特别清甜 要不是它的籽有点大 我还是挺爱吃的 这一棵树就摘了这么多 大概有一斤多到两斤 今年的苗老是育不好 放了四五颗黄瓜种子才长出一颗来 这个是四季豆的苗今天也把它种下去 这个小苗好像也是黄瓜的种子 这颗大的苗是不是冬瓜苗 之前在这里放了几颗冬瓜种子 现在分不清了 这些小苗是黄瓜苗 还要长大一点再移栽 这一排是种了一些豆角 之前我也撒了一些豆角的种子在那里 没有经过育苗 能够直接撒了豆角种子 长出来的豆角苗 刚出苗两三天就被那个小鸟吃了 育苗杯里的小鸟都不吃 世界的核豆角一个坑里可以放一到两颗苗 用育苗杯育苗还是挺方便的 天气乐移栽的话也不怕 种下气就能活 这是一颗黄瓜苗 之前雨育了七八颗种子才长出一颗来 我都是在露天狱的苗 前段时间有天气下雨 很多种子都直接烂在里面了 雨水多的话还是放在室内育苗 或者是找东西盖一下比较好 现在移栽的这一颗也是黄瓜 这个是香瓜苗 之前有一颗苗特别小 我怕长不大 所以这里种了两颗 现在挖出来一颗移栽到别的地方去 这颗苗小的时候我以为是西瓜苗来着 谁知道它不是 在这里种上刚刚挖的香瓜苗 这种香瓜是白皮红肉的 吃起来很像哈密瓜能长到四斤多 种下气七十天左右就能吃到瓜 移栽好之后别忘了给它浇上水